原标题 你杀我朝士兵 我灭掉你整个国家有史以来 最霸气外交官 外交这个事情从古至今都存在 是于课本上所说的近代 才建立外交部门那说的 仅是现代外交 在古代外交 一直都是各国政治和经济交往 必须的一个交往活动 但大家可能对于咱们国家外交的故事 并不怎么熟悉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讲述 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霸气侧漏的外交家的事迹 你杀我朝士兵 我灭掉你整个国家有史以来 最霸气外交官 这外交的实力和水平 不仅仅取决于外交家自身的能力 还要取决于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 毕竟你的后盾不强 你根本没有底气和没有筹码 来和对方进行平等的交流和谈判 那咱们国家历史上哪个朝代最有实力呢 这个问题恐怕是众说纷纭 但是要注意 咱们讨论的是对外交老层面的实力 像宋代这种经济发达 但在武力和对外方面 不怎么样的朝代就显然不符合咱们的条件 要说这最后外交实力的朝代 肯定是唐朝 虽说汉朝也是和对外强势的国家 但是汉朝统治者很少抱着 和对方进行平等交往的心态 去进行交涉 都是那种泛过强悍者虽然必出的姿态 这样的话 外交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 但是唐朝不一样 唐代是一个富有包容性的朝代 那个时候的首都长安 也是个各国史节都来拜访的大都市 最强的古代外交家 就是咱们唐代人士 相传这位外交家是王氏 和咱们现在的外交部部长和外交家部 发言人王毅是同宗 但显然 这位古代的王老外交家 并不像咱们的王毅部长那样好脾气 展开全文那个时候的唐朝 已经有了西域地区的大成佛教了 也就意味着 玄奘法师已经从天主国回来很久了 唐朝和天主也建立起来了 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这关系建立之后是需要维持的 皇帝就派出一队士兵 来护送咱们王外交官去天主进行 访问 但是这次访问却出了岔子 天主国内部出现了危机 政局一下子变得动荡起来了 本来外交官已经离开了天主 马上就要回到唐朝了 偏偏天主国掌握权力的势力 不想放这些人派出大量士兵追击 最终 唐朝士兵在战役中全部阵亡 只有外交官一人死里逃生 在离开天主之前 这位外交官就向天立市 你们这话外交国赶杀天朝士兵 他日必已灭国学耻 果不其然 外交官回国后的报告 引起了皇帝的盛怒 下令西域地区的几个威卫部队 全部出动为小天主 最终天主国被迫投降 交出哪些下令截杀大唐士兵的上层 这一战在西域地区宣扬了大唐的国威和国力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大唐子民的安全 可以说 这位霸气的外交官 是咱们历史上的民族骄傲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 ghostblog